你现在要去 全部人吗 对 一定要隔离 现在情况很危急 行 小梅 我相信你 我这就安排 你也是 一定要隔离 不要再接触外面的人 我知道 那你呢 我也接触过病人 医院让我们自我隔离 行 小梅 你千万注意安全 你放心 你不用担心我 医院虽然接触病菌多 但是防护措施也是最完善的地方 小梅 你千万别大意 刚才是你自己说的这病是传染病 千万小心 我知道 照顾好贝贝 你放心吧 贝贝放学之后 我让她直接去到姑姑家 照顾好你自己 你也是 是 佟医生 我这两天都上网查了 症肺炎的临床症状 怎么防护 怎么治疗 一点资料都没有 万一咱们要是误判了怎么办呀 是啊 目前需要隔离的可不是小数目 万一要是弄错的话 咱们影响可太大了 可不是吗 佟医生 我这还没有转正呢 到时候领导会不会开除我呀 要不咱们等涛主任出来再商量商量 如果说老蔡被隔离 那么涛主任就会直接拉进隔离病房 你们放心 上报人是我 万一报错了 也是我第一个IP 咱们医院是全市乃至全国都数得上的医院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病人 如果说大部分的医护人员被封闭隔离 那么会对他们的治疗造成很大的影响 可是咱们身为医护人员 就是病毒和普通人民之间的一道围墙 所以为了他们 我们绝不能让这病毒 从咱们的手上流传出去 这什么情况 也不让人走 也不开工 会不会真出什么事 不过呢 这跟大家会说清楚 有什么事你说 怎么回事啊 咱们现在正是要趁着 华盛这批出口订单 打开新积极市场的时候 你这会让大家都挺 这多大的损失啊 天儿可听我说啊 老蔡得的可能是传染病 咱们跟他们一起接触过的人 都有危险 可是咱们这工人都在工厂里头 这没有确诊 我怎么让人家隔离啊 我相信小梅的专业判断 你再专业也要给他工厂 大家可说说法嘛 现在大家伙根本就不理解 我这隔离工作怎么开展呢 天儿哥 我还没想到怎么说 你再给我点时间 喂 国华 怎么了 好 春生 戴维对这批设备非常满意 他还说想跟我谈谈新项目 还准备给我介绍其他几个客户 我觉得现在是个好时机 我准备把东南亚 其他几个国家都跑一下 怎么样 你跟我一起吗 我现在去不了 怎么了 我快到你厂里了 有什么事咱们见面说吧 春生 这 什么情况 狗话你听我说啊 咱们厂有一个工人生病了 送去医院 现在情况特别紧急 小梅跟我说 她很有可能得了一种 呼吸性的传染病 咱们现在所有人都得隔离 所以这一回 我不能跟你一起去了 得靠你自己 春生 这种情况 我也得留下来 郭华 你还记不记得 咱们俩以前在战场上 我让你去送信 不是因为我要逞你英雄春老大 非要替你抗雷 而是我相信 我们两个之间 只有一个人 能够走出战场 带回救兵 一定不是我小春生 而是你叶国华 好 郭华 我相信你 一定能够拿下订单 让华盛起死回首 二号船是新送过来的 需要重点监测一下 四号船的要领一下 小心慢一点啊 郭医生 情况怎么样 门诊又接收了大量的发热环境 呼吸内科的专家 现在正在开会讨论 一部分专家认为 大家是过于恐慌了 就是季节性的流感 但是王主任今天 在会上拍桌子说了 他还是觉得全面控制 全力治疗 一定要这么做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谢谢 您也是 去忙吧 小心啊 各位 在场的每一个人 可以说都是我 萧春生的兄弟姐妹 我拿你们都当自己家人一样 所以有什么话呢 我就不藏着掖着了 好 跟大家说吧 医生说 他可能是得了一种 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传染性极强的肺炎 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 很有可能都已经感染了 各位听我说 听我说 各位 我知道你们现在一定很害怕 我可以理解 说实话 我现在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害怕 因为我的爱人童小梅 现在正在医院里 跟这个我们谁都不认识的病毒 在战斗 我问过医生我们该怎么办 唯一的答案 就是我们可以待在厂房里 集中隔离 不让这个病毒有任何的机会 伤害我们的朋友和家人 我向大家保证 在厂里隔离期间 你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我们场都负责到底 我肯请大家可以留下来 相信我萧真生 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交代 我相信萧总 要留下来 好 留下来 我也留下来 我也留下来 好 大家都留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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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听你的 家里的事你别担心 我来安排 春生 你怕吗 想听实话吗 我怕 在你跟我说 你要被隔离的时候 我最怕 我已经在战场上失去过战友 我不想在这场没有效应的战争里面 再失去我最爱的人 春生 我有点想你 我也想你 家里一切都好 你别担心 我们都等着 接你回来 接你回来 咱们伴哪儿 كم 我们死我们了 一 bri 我们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忙着呢 你吓死我了 刚才啊我听新闻说医护人员都感染了 妈 你可千万不能有事 放心吧 妈没事 你要好好照顾自己 妈去忙了 先这样挂了啊 好 我就是问问你今天的情况 那我就不打扰你工作了 妈 哎 来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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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没想到传说医护人员都感染了 我都能яс染你 我都不打扰你 你还都不被担心了 你还没想到医护人员都不被谁 你还没想到医护人员都不被担心了 我已经被担心了 我已经被担心了 你还没有想到医护人员都不呢 爸 怎么哭了 裴 没有 你骗我 咱们俩都结婚多少年了 就这我还听不出来啊 真没有 可能就是有点累吧 今儿工作特别辛苦吧 行 那你今儿早点休息 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再说 等等 别挂 好 我不挂 我陪着你 刚才贝贝给我打电话了 也没说什么 但是我想来想去 还是让你帮我多叮嘱她几句 你让她以后不要吃风华食品 对身体不好 别总戴耳机 耳朵都要坏掉了 我们家的存折 还有重要文件 都在卧室的柜子里 另外是你的生日 还有你 我们年纪都不小了 别总熬夜 不要总小着工作 工作是做不完的 小薇 你今儿怎么了 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些啊 不对 你实话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的 衰生 我跟了 不是 我做好了所有的防护 可还是感染了 如果说这一次 我真的出不去的话 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再见你和贝贝一言 小梅 我不准你说这种话 你一定可以挺过去的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 你听我说 从小到大 我没有害怕什么 仅有的两次 一次 是那年你从战场上回来 我害怕你再也站不起来了 还有一次就是现在 我怕我真的出不去了 我怕我们一家三口仔 也没有机会团聚 小梅 小梅 咱这个家 你才要主心虎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要是你有什么闪失 我小春生 真的扛不下去的 春生 小梅 你不知道 你不在的这些日子里 咱们春晓得经历了什么 员工闹情绪 客户推定我们的订单 工医上 随着我付款 我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你在医院打着仗 我怎么能再让你担心呢 你 春生 你振作起来 你好好想一想 咱们到处 为什么要创办春晓 要是他们辜负了一点 可是却依然那么相信你 咱们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 对 小梅你说得对 我要好好坚持 你也要好好坚持住 好吗 小梅 虽然咱们俩现在见不着面 但是都有一场硬仗要打 你让我不要放弃 你也千万不能放弃 明白吗 小梅 你答应我 你一定会好起来 一定会健健康康地出院 跟我和贝贝团圆 好 我答应你 我该会进来 是 我就拍摄 贝贝 乖啊 贝贝 一定要听爸爸的话 千万不要出门 你别担心 爸爸这就去医院找妈妈 听话啊 春生 你去哪儿 我去一趟医院 你不能去 不能去 你去了也帮不上忙 万一你在为啥呢 怎么办 天儿哥 我现在联系不上小梅 医院电话也占线 她同事的电话我也打不通 我必须得去一趟医院 看看什么情况才行啊 我知道你急 但越是这时候 你越不能乱哪 小梅之前她就感染了 行了 你就自己吓唬我们自己 喂 怎么了 小梅病情加重 进重症监护室了 春生 你不能去 你现在不能急 你要是疾倒了 这全都完了 你说得对 我能当下 我不能当下 我不能当下 童医生 你醒了 童医生 你太棒了 对啊 喂 是郭华吗 春生 是我 我这边已经谈好了 杰贝已经决定 继续跟咱们合作了 如果我猜的没有错的话 他们应该把订金已经打过来了 是吗 这台北可以啊 我跟你说 春生 这次我绝对没白来 他们非常看重咱们的诚意 表示要追加订单 而且还说了 后续订单啊 这个价格的决定权在咱们手里 春生 这说明他们非常认可春晓的新技术啊 国华 这批订单 我会按时发货的 后续的订单 我想等你回来 我们再聊一聊 春生 这次机会来之不易 咱们得好好把握呀 姑姑 北京现在的情况 比我们预想的还要严重 医疗物资短缺 其他的事情 就先放一边吧 是吗 那这样 我联系一下这边的海外华人组织 发现时间 供来提医疗物资运回北京 对了 小梅 好点了吗 定情控制住了 春生 你也照顾好自己 你也是 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对外面的情况也有所了解了 咱们的隔离期也已经结束了 大家终于可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了 但是我 还是有一个不情之情 现在医护人员在打一场硬仗 急需各种医疗物资和设备 这个 是我所有的家当 已经抵押给银行了 很快就能放空 设备明天就能打 咱们生产口罩 我还请大家可以留下来 帮助春晓 帮助咱自己 帮助护人员 帮助护人员 我相信大家都有一虑啊 但是现在全国都在打一场硬仗 正是需要咱们的人 大家还记不记得 咱春晓创办的初衷是什么 冲冲冲冲 对 我们在任何时候 都不可以忘记自己的初衷 咱们生产的口罩 首批 无偿捐奏 我上了 各位放心啊 我绝对不会亏待每一个员工 技术支持已经到了 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情况 留下来的 我付双倍工资 当然 愿意离开和家人团聚的 我也都支持 我的分红也不要了 都捐出来 那 既然干 那咱们就大干一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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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小白 恢复得怎么样了 放心吧 我挺好的 很快就会恢复了 场子那边情况怎么样 你放心吧 都挺过来了 我们现在 就等你胜利归来 好 不行啊 这耳带安装的力度差一些 你看 行 我知道了 明天去忙 好 行 好 怎么回事啊 小哥 你看看他 这个耳带的力度根本不行 你赶紧叫咱们那个研发中间的 技术人员过来看看 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事 你说这机器涨价也就算了 融吞部的价格也上来 我就怕咱们这流动资金 撑不了太长时间 行 我知道了 我来想办法了 先用我们公司的流动资金先顶一下 我来问问银行和政府 看能不能得到知识 是不是货款有问题啊 事没那么快 你就放心吧 我来想办法 来 跟咱们这生产千万不能停啊 您好 小总 医用口罩已经收到了 真是雪中送炭哪 您太客气了 我们也只是尽绵薄之力呀 口罩紧缺这件事啊 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协调解决 联系了好多供应商都没有红 现在有你们这样 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主动站出来 真是起了燃眉之急呀 特殊神机嘛 咱们企业跟百姓的生命息息相关 责物旁贷呀 我知道 捐赠这一百万个医用口罩 企业也不容易 银行那边呢 我们会开会讨论 正确帮你们把低息贷款 申请下来 这才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 不瞒您说 我们的资金缺口确实很紧张 现在有了政府的支持 我也就安心了 这下我们工厂 就可以投入更多的生产 支援前进物资了 为企业提供更多的支持 是我们政府的责任和义务 有任何困难 记得随时联系我们 好 谢谢领导支持 感谢 您看下小诺 再见 再见 莫全市 遵守医生的职业道德规范 第一颗工庆线 春生 我想留下来 我知道您想说什么 但请允许我自私一次 就自私这一次 走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的同事 在前线和病毒做斗争 而我却躲在他们的身后 这批口罩终于搞定了 天哥 国华那边海外物资怎么样了 他打电话说已经安排人 直接去医院跟你们会合 行 各位 辛苦你们了 在这个情况下 还要你们加班加顶的工作 辛苦了 不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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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总 说得惭愧啊 一开始还埋怨您 后来多亏听了您和您爱人的话 我们才能早隔离 现在大家伙啊 都健健康康的 家里人也都平平安安的 我们现在还能出一份力 您要是见你佟大夫啊 替我们大伙谢谢他啊 是啊 谢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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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要是见到小梅的话 一定把你们的话 都给带倒 带哥 医院那边情况怎么样了 都对决好了 这批货啊 我直接就拉到前线的医院上 你呀就甭管了 我去 我现在送过去 你不能去呀 这春晓和家里人都需要你 小梅还在哪儿 行吧 那你 自己小心点啊 好 Snoop 你 老了 好 我 慢慢来 你 嗯 你 这是 这 我 你 我 就是 不 大剑 相伴一生 如愿 想念洒落在海边 汇聚成一道光线 想你在我身边 爱也会蔓延 在你我的心间 冬去春来 爱会一直在 等我归来 小白 怎么回家 用你入怀 把那颗柱子深深埋 时光太快 快得模糊了等待 不可取代 过往照亮的海 不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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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年了 那我说两句 这一年 咱国家不容易 每个人的生活 都挺艰难的 但好在 大家伙都已经挺过来了 好 我提议啊 这一杯敬逆行战事 佟小梅同志 春生 干吗这么正式 必须严肃且正式 来 敬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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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来来 谢谢大家 敬战事 小梅 说两句吧 也不知道 一下子该说些什么 这半年 比我过去的半辈子 感觉都要长 看了那么多的生死离别 感觉心都老了 我一个病人去世的时候 本来想打开沙的手机 看看里头家属的电话 没想到 里头全部都是 问她在哪儿 到最后 都没和家人见上一面 对 经历了这么多 我感谢有你们 一直支持我 也谢谢你们 替我照顾春生和贝贝 所以今后 我会更珍惜现在的美好生活 这一杯 我敬大家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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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气 客气 来 谢谢姐 你们总进来进去的 都没意思 咱们都是一家人 还都那么客气 说得对 还是贝贝说得对啊 这次变故呀 不知道改变了多少人的人生轨迹 在生死面前 人们才能看透 真正重要的是什么 所以叶教授 才打算往前卖一搏 新男朋友 什么时候带给我们见见呀 走 等一下啊 方子 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啊 怎么都没听你说过啊 你自己说 行吧 行吧 我老实交代 是个大学教授 其他的盖不详书啊 叶芳 之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还是想在学校当老师 学校里关系简单 有空的时候 我还想谢谢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故事啊 好好好 来 那我们住院方子早日实现 早日结稿啊 来来来 好 来来来 来来 我好写啊 国华 喂 国华 新年好 新年好啊 大家伙儿都在 来来来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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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子什么时候回来啊 明年吧 等我打架整个南亚市场再回去 哥 今年我正好有个去南亚交流的机会 到时候我去看你啊 你别来啊 我可不敢招待你 到时候你又管痛管息的 你还得性了那个 这小的 南亚给我吧 村上 大家 都在你家里呢 都在呢 在呢 都在 都在 那个 国华 洪灵 从巴黎来信了 他终于实现了 在更高音乐学服深造的梦想 不求结果 只想为了他自己 奋不顾身一次 是吗 挺好的 重新开始 挺好的 郭华 这日子过得真快啊 这北京的变化也挺大的 真怀念我们年轻的时候 大家一起在石上海滑冰的时候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是啊 是我们梦开始的地方 看并を 还是我们做的地方 可笑的地方 稍微的地方 尽量的地方 颁布梦想的影子 刻上年轮的树枝 挂满我们的往事 岁月在 婆娑的光阴里绚丽 风刺 我们在 落尽千花里 留下沉思 这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年代 无法替代 经历过生死 面对过磨难 痴心不改 这是我们的热血 我们的泪水 璀璨了世界 书写了期待 我们的爱 画过手心的流伤 写满青春的样子 风中缠绵的声音 隐藏光阴的故事 爱情在 茫茫的人海里 常染 若是我们在 人生长河里 寻找彼此 这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的年代 无法替代 经历过生死 又是一年冬天 故事中 有的人和事 已经落幕 我们怀念过去 也怀着对生活的 初心与向往 继续着 未完的故事 我们的爱 这是我们的热血 我们的泪水 璀璨了世界 书写了期待 我们的爱 我们的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